五大郎是清河县人 后来到杨谷县居住 以卖锤饼为生 常常受到乡邻的欺负 最后被妻子潘金莲 伙同西门庆等人嫁害 五大郎的故乡 就是清河北省清河县 在当地人看来 《水浒传》这部著作 使得五大郎与潘金莲 无端蒙冤几百年 五盘二人 非但不是他们的耻辱 反而是他们的骄傲 如果这种说法 确系真实 那么真实的五大郎与潘金莲 又是怎样的一对夫妻呢 又因何成为了冤案的主角呢 武书厂 五大郎第25代弟孙 也是五大郎的守灵人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五大郎 是否真的是 《水浒传》中描写的窝囊汉呢 因为我学作品的 把我们这个老祖先 写得一塌糊涂一事无成 那这个老祖呢 可是被蒙手机缘的 说我这个老祖呢 三腿顶骨鼠屁 这外头是文学作品 这都是胡说八道的 我们老五家老百家的话说 都是他胡说八道的 在清河县 五大郎是名人 这不是因为他是 十奈安笔下的那个 卖吹饼的形象 反而是清河人心中的偶像 几百年来 五大郎的后人 势大为自己的祖先守灵 他们坚信 自己的祖先是被歪曲丑化的 真实的五大郎 绝非如此 你都按照正常推理说呗 一个要范儿的一个乞丐 谁给他修装的祠祷 谁给他修装的祠祷 谁来供奉他 据说 五大郎的原名叫做五植 五植祠 就是当地人为了 纪念五大郎所修建的 如果五大郎 真的只是水浒传里 那个在杨谷县 卖烧饼的小贩 又怎么会有人 专门为他修建 这样大的祠堂呢 那么清河县人心中的五大郎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水浒传所刻画的五大郎形象 虽已深入人心 可在五世后人看来 这和他们所知道的五大郎 却是天壤之别 他在杨谷县历 他并不是说他是买炊饼的 杨谷县大街上 买炊饼的货廊竟是七品县官 这样的说法 不免让人难以置信 在当地一直流传着 这样的一个故事 原莫名初 连年混战 民不聊生 清河一带 人际荒芜 当朝皇帝下诏 从山西各地移民到寺 五大郎和自己的母亲 便是其中的一员 五大郎和母亲落户清河后 开荒种地 由于生活困难 惊人介绍 五大郎到当地的大户人家 潘家的染房里 做了一名血土工 相当聪明灵灵灵 痴苦恳赶 得到了盘家老人的赏势 把他品为了一个配毒生 因为五大郎 这个家里比较穷 相读书读不起 有了路次好的机会 在学习上 相当勤奋刻苦用功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五大郎勤奋刻苦 保读诗书 吟诗作画样样精通 并且还情练武艺 助人为乐 潘家有位小姐 潘金莲 正值豆蔻年华 对五大郎倾心一角 在清河界 很多人都相信 五大郎 非但不是一个卖炊饼的商贩 反而是一个文武兼备的有为青年 他奋发图强 凭一己之力高中进士 并且做了阳谷县县令 官居七品 显示生活当中的五大郎 是一个清官 他到他作官的时候 他在阳谷县做了许多好事 比如说行修水里 出版的阿亮 现在当地还流传着很多 五大郎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的传说 他为人正直 兵公断案 颇受百经爱戴 这位受人尊敬的七品之县 真的是丑陋的小矮人吗 说五大郎是三十名古属屁 是不是长那么难看 那也是艺术家来给他传造的 至于说他为了陪陈潘金敛也好 为了陪陈他兄弟 武松身高一战的这个大任务也好 他把他写成那么一个窝囊 老实 畏缩的任务 那是艺术家的事 小猫应该是 堂堂起尸的汗 他并不像文学左边一切那样 人们很难将三寸金古树皮的武大郎 与堂堂七尺男子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的说法竟然由古墓为证 在武职祠中有一座巨大的坟墓 传说这就是武大郎的安身之地 解开武大郎身高知迷的证据 是否就藏匿其中呢 武大郎的墓曾经有两次被盗 第一次就是在大约在1946年土改时期 当时的农会 为了补充活动经费 曾经破墓取走了一部分东西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武大郎的墓也曾经被挖开 被平掉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据说当时挖开武大郎的墓穴时 发现墓是为砖砌圆井筒形 棺木早已不复存在 只留下几段早已生锈的铁链 当时呢 挖出了两具骨壳 根据南施骨的那个小腿 小腿骨的长度 他们专家测量推算了 武大郎生前大概应该在一与八左右 按照专家的猜想 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墓穴外形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土堆 墓室内是一口井 武大郎和盘金林的棺木上下放置 用铁链悬挂于井中 并且井下有水 这样独特的设计到底是何原因呢 这个木啊 它是 井是山西的屌子 这个屌子 这个屌子 平台义上这个土堆是中原来的土堆 它是占了两个地方的藏树 再说呢 我个人来说 有保护它的骨质与灌木的意思 去考证啊 原来武大郎这个灌木 下葬的时候属于金丝楠木 这个金丝楠木 用水整起整着上头 空气不流通 能够保持一定的黏色 由于武职木多次被决 墓葬内的陪葬品 已基本被倒空 人们并没有发现 能够说明墓主人身份的证物 然而 武师后人相信 墓里安葬着的 就是自己的祖先 武大郎 翻开武士家谱 我们看到 武大郎的真实名字 确实叫做武职 并且他的妻子 竟然真的姓潘 事前祖 武死老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老祖先 并不是贺北生请贺贤人 他是眼望扫北以后 移民来自于山西的金阳军 这个金阳军就是今天太远 事实上 武大郎并不是家中的老大 而是排行老四 武大郎只是他的一个绰号 暮年被尊称为武四老 从山西移民到清河时 武大郎落户的村庄 叫做孔宋庄 然而 这个村子的人 却无人姓孔或者姓宋 后来村子改叫武家纳村 现如今 这里的武姓村民都认为 自己就是武大郎的后代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水浒传》里的武大郎 竟是堂堂七尺男子汉 并且他也不是什么 卖吹饼的小商贩 相反却是官居七品的县令